subtek單 嘿嘿嘿嘿嘿 回到 歡迎來到 子豐車壞粉故事劇場 我是月亮先生 我是石多瑞叔叔 嘿 高山Anden 淺水欄 大利山 欸 對對對對 為什麼要唱歌啊 不是 因為這首歌 跟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故事 是有關係的 什麼關係 高山青 黑千歲 等等等等 什麼關係啊 不是 就是有關係啊 為什麼 因為 高山青 飯堂去冰黑千歲 好了好了 不要再唱了 到底是什麼關係啦 我們今天要說的故事是 高山青 不是 是 是 能高山 每天一大早 太陽還沒升起來 高山頂上 就會響起好大好大的吼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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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應該是另外一個故事 是另外一個故事喔 所有的動物呢 都被這個吼聲給吵醒了 小鳥拍著翅膀飛起來 巴達巴達 猴子吱吱喳喳的吵著 村子裡的布農族人也都醒了 嗯 他們聲聲懶耀說 山上那個巨人又在叫了 嘿呀 住在高山上的那個人啊 長得真高 他站起來足足有六棵樹那麼高 跑起來啊 碰 碰 碰 好像地震一樣喔 他常常到村子裡玩 每次有人問 誰能幫我蓋個房子啊 或是 誰能幫我開一塊田 他總是搶著說 我能 所以大家都叫他 能 能雖然好心要幫忙 可是他的力氣實在太大了 常常會越幫越忙 有一次 頭目家的豬跑出來 躲進樹米田 頭目急得大叫 快來快來 你幫我抓豬喔 正好能到村子裡 看見了被你追著豬 也跑進了樹米田 他往前一步 抓住了豬 可是糟糕 一大片黃沉沉的樹米 也被他的身體壓得亂七八糟囉 頭目生氣地說 你弄壞了樹米田 你叫我們全村人吃什麼 我們村子不歡迎你 你快走 不要再回來了 能傷心地離開村子 回到山上 從這一天起 每天早上 能不再快樂地大叫 他只坐在山頂 望著山腳下的村子 發呆 拳頭大的淚水 從他的眼光中滾出 噔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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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在地上 有一天 從早上起來 就一直下著大雨 山裡的溪水漲了 夾著泥沙 快速地留下山腳的村床 能看見了 趕緊地跑下山大喊 危險啦 洪水來啦 可是沒有人理他 能啊 就放開大腹 碰碰碰碰碰 往山腳下衝 這時 洪水已經從山上衝了下來 房屋 田地都被水淹沒 人們在水中大叫 我要救命啊 我要救命啊 能跳進水裡面 用力撥開洪水往前游 從水捲起更大的波浪 這樣能衝過來 能用力擠起 像小山一樣的胸膛 擋住大水 再用樹幹一樣粗的手臂 把人們一個一個救上岸 洪水退了 村人們望著倒塌的房屋 和滿是污泥的田地說 大水沖走了我們的房子 沖壞了我們的田 我們應該怎麼生活呢 有誰可以幫助我們啊 能走上前 對大家說 我能 我們知道你叫能 不是 我能 對啊 你叫能啊 我能 你叫能沒錯嘛 我可以啊 我可以的意思 你可以啊 我可以 那你要說你可以啊 我可以 能 他就動手幫村人砍樹 揭開了土地 也蓋了許多的房屋 村人們非常的高興 對能說 你真好 以前我們不應該趕你走 讓你留下來 和我們住在一起吧 從此 能便住在村子裡 和村人們一起工作 吃喝 過著快樂的生活 好 那我們今天 子豐車 繪本故事劇場 故事 故事 這邊就要繼續講啦 後面還有啦 後面還有 後面還有故事還有 就要繼續講啦 對對對 就要繼續講 所以我們子豐車繪本故事劇場 就要繼續講故事啦 好 可是呢 這快樂的日子 又過了沒多久 天上突然出現了一大片的烏雲 又厚又黑的烏雲 只要做太陽 白天變得跟晚上一樣 樹米照不到光 全都枯萎了 人們沒有糧食 眼看就要活不下去 孩子 哭著對能說 能哥哥 把鬥藥 肚子餓 你能不能去把烏雲撕開 讓樹米活過來啊 能 看見小孩子的眼淚 也哭著對他說 我能 我知道你叫能啊 我 我可以 我一定可以 村裡的老人們說 哎呀 要撕開烏雲喔 必須長得和天一樣高 聽說 海神 它有一顆寶珠 吃了可以長高 但是 海神住在海底啊 它又有魔力 沒有人能夠接近它 嘿 想撕開烏雲 我看難喔 嘖 能聽完之後呢 垂著胸膛大聲的說 拜託 我能打敗海神 向它借寶珠 說完 能 立刻 邁開大腹 砰砰砰 砰 往海邊衝過去囉 大海呼嘯著 捲起巨大的海浪 猛烈的撲向能 一下子就把它打到東倒西歪 能 在海浪中翻滾著 哎呀 我的火車 一次又一次試著潛入海中 可是都被海水給打敗了 漸漸的 能感覺力氣一點一點從它身上消失 終於昏了過去 等它醒來 看見了一個美麗的少女 蹲在它的身邊 少女說話 我叫做 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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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做 塔琳 住在海邊 你是誰 我怎麼會來這裡呢 能說 我是來找海神借寶珠的 蛤 可是大海太兇惡 我怎麼也進不去 要是借不到寶珠 撥不開烏雲 三角村子的人都會餓死 塔琳說了 別著急 我來幫你 想要打敗海神 必須要有兩個寶貝 第一個寶貝是千零衣 穿上千零衣 就不怕海水 第二個寶貝是神木槍 不管多一的東西都能刺破 這是神木工 神木槍 神木槍 對 不論多一的東西都能刺得破 能聽了塔琳的話 立刻跑去抓了一千種不同的魚 這麼多 塔琳把魚鱗撥了下來 支撐了千零衣 然後能 又上山砍下巨大的千年神木 銷成長槍 能 穿上了千零衣 手握著神木槍 勇氣十足地 衝進海中 哇 哇 這一次果然不同啊 有千零衣保護 它像刀子一樣切近海中 游得比什麼魚都快 一下子就沉到海底最深的地方了 哎呦 海神看到陌生人來了 變成一隻大螃蟹 哇 揮舞著巨大的錢子 想能衝過來 哇哦 能 左閃 又閃 大錢子根本就夾不到它 海神生氣地怒吼一聲 哇 又變成了一隻大章魚 伸出八隻大爪子 能一個不留神 被章魚的爪子吸盤吸住了 章魚用力往裡捲 能纏得快偷不過氣來了 能忍住痛 用力地射出神木槍 槍撲的一聲 放了一個屁 等一下 槍撲的一聲 不是不是 這是撞身池 撞身池 槍撲的一聲 笑了出來 等一下 槍不會笑 槍不會笑 對 沒有沒有沒有 它是撞身池 撞身池 槍撲的一聲 射中的章魚的眼睛 哎呀 海神衝得放開人 縮成了一團 人縮 我並不想傷害你 只想 撞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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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寶珠 這為什麼會這樣子啊 因為它在海底 喔 只想借你 向你借寶珠救人 請你大意 海神點點頭 肚足了一顆 神亮亮的大珠子 哎呀 能拿起了寶珠 從海底衝了出來 能一口吞下海神的寶珠 拼命地往蠢子跑 一面跑 身體一面長高 一直長高高過了山 高過了雲 終於跟天一樣高了 它大呼一聲 雙手插進烏雲裡 用力去撕 可是烏雲太厚了 它撕不動 我可不認輸啊 它咬咬牙 更用力地去撕 這一次 烏雲又被它撕開了一點 突然間 烏雲捲起狂風 集合更多的烏雲 向南壓了下 很快地 在天昏地暗中 只聽到人們叹息和哭泣聲 我不能讓人們失望 能鼓足了勇氣 用力再撕烏雲 它那麼用力 連腳下的高山都被踩得發起抖來了 能一點一點把烏雲撕開 再撕開 再撕開 陽光又射得進來 噢 照在它掌紅的臉上 能笑了笑 使盡最後力氣 一死 只聽到一聲 拓射的聲音 炮雲 所有的烏雲 被它撕成了千萬的碎片 風一吹 呼 人都散 能 搖搖晃晃 倒得下回 轟隆隆地疊在了地上 慢慢地 它的身體 越來越硬 最後 變成了一座高山 而它身上的千靈衣 則化成一支支 螢光閃閃的蝴蝶 塔林自從能走了之後 很想念它 於是 到處再尋找 有一天 塔林走到一座山前 看見山的四周有許多蝴蝶 在陽光下 扇著魚鱗般的螢光 塔林隨著蝴蝶 拼命地往山上爬 然後 它看見了能的神木槍 斷成了兩截 落在地上 塔林知道能再也不會回來了 它不在山頂 不停地哭泣 變成了一條石柱 塔林的眼淚化成了一道雪白的瀑布 不斷地崩流下來 後來 人們便把這座山 叫做能高山 把那條緊緊貼著懸崖的石柱叫做 塔林石 而瀑布就取名為 塔林瀑布 直到現在 如果你到能高山 走到瀑布邊 都還可以聽到能 跟塔林的歌聲喔 哇 那我們今天能高山的故事 就到這邊了 那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呢 做人要見義勇為 還有呢 但是 要量力而為 接著呢 突然好想玩馬力兄弟 為什麼 因為吃的東西就可以長高啦 不是不是不是 你那是蘑菇 它那是寶珠 不好意思 好 那我們指風車 繪本故事劇場 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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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班裡 不知道 會不會 特地 我們下班 我們下班 最新安排 的確支持 我們下班